哈喽大家好 你们小助理又来报道啦 那么今天也废话不多说 赶快介绍狗狗动画角色给你们 在这一期也是会讲解三只狗狗动画角色 其中的两只还是来自同一个公司所制作 不过就是有点差别的两只狗狗就对了 而另一只呢 就是来自一部解开灵异事件的年轻侦探 他们里的一只胆小百变又贪吃的狗狗 那么我就不再卖关子了 第一个要介绍的狗狗动画角色呢 就是我们的高飞 英文名字叫Goofy 有笨手笨脚的意思 来自米奇家族里的重要角色 也是迪斯尼的人物形象代表之一 而高飞最早出现在1932年5月25日发行的动画短编 Mickey Review 米奇的遭遇里 是由别名为阿特巴比特 阿特巴比特 神明阿特哈洛巴比斯基的动画设计师制作 值得一提的是 他也参与了白雪公主五七个小矮人 比诺草木偶奇玉记 小飞象等动画的制作 喜欢米奇动画的朋友们 应该也知道 高飞就是一只可爱的高个子 性格大大烈烈 不拘小节 随和却又有点笨拙 偶尔还会丢三落四的角色 他与米奇老鼠 藏老鸭 是最忠实的伙伴 可以说只要米奇面对困难 高飞也一定会帮忙 虽然有时候会把事情搞杀 但是他和矮 让人生气不起来 在米奇家族里 虽然都有两只狗狂的动画角色 但是高飞却是两脚行走 也被赋予知想和个性 可以看出他与布鲁托的分别 我也有时候会在面子书看到一个粉符 就是高飞牵着布鲁托 并写道 同样是狗 但待遇天差地别的话 知道其实高飞是怎样出现的吗 刚刚说到的动画短片 米奇的《招遇》里 他一开始是扮演不起眼的观众 与其他观众在后排看米奇的演出 而当时有位迪斯尼的故事家 兼音乐家兼曾经的马戏团小丑 《品多考维格》 《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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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的一本名为 《The Story of D.B.B.的《GOOF ME》 D.B.这个名字发生了第一次的变化 1939年的动画短片 《GOOFY & REABLE》发行 D.B.这个名字才被换去GOOFY高飞 更改了名字后 对高飞最开始的印象是在1950年的 《How to》系列剧里 当时他也演过了一些动画短片 并且以Mr.Greef出现 在这些短片里 他是有一名妻子 一般被称为高服夫人 但由于都没度过这年 在50年代后都不再出现 所以高飞的妻子变成了一个谜 高飞也有一名儿子 最早出现在1951年的短片 《Fathers are People》里 名为Junior 随后便改去麦克斯 在高飞电影里 可以看到高飞是一名实爱的父亲 为了了解并融入在叛逆期里的 儿子麦克斯的世界 还会做些搞笑的动作 好儿子欢欣 虽然麦克斯会觉得高飞的举动 让他丢脸 并说动画伤害高飞的心 但好在麦克斯 最后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向高飞道歉 而高飞也一定会原谅麦克斯 从这些举动来看 可以发现高飞有可能不是完美的爸爸 但一定是爱孩子的爸爸 第二只要介绍的狗狗动画角色 就是在刚刚有领约提到的布鲁托了 布鲁托英文名字 Purto也是来自比斯尼的经典卡东角色之一 他的名字来源于九大行星的冰王星Purto 是一只拥有赫特耳朵 其余的身体部分都是土黄色的狗狗 他是一只雄性的狗狗 且品种在早期被认为是群血猎犬 而后期是被认定是红虎叶腕熊犬 而创造布鲁托的人名为 No Ferguson 诺姆费鼓森 也是一名华特迪斯尼的动画制作者 布鲁托在米奇老鼠的动画或电影里 都是作为米奇宠物狗的存在 但其实也曾经作为唐老鸭和高飞狗的宠物哦 别看布鲁托是一只配角宠物狗狗 就想必应该不用任何的配音需求 其实华特迪斯尼也为布鲁托这个角色安排配音员 从1931年到现今都有过不同的配音员 其中有Pinto Kovic Clarence Nash D.Mila和Bill Farmer 不过其实成为高飞狗的宠物 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就对了 毕竟想想下他们是同类呢 虽然主要的米奇动画里布鲁托都只是配角 但其实他也曾经在一些短片故事成为主角 即如 士兵布鲁托 职业班 巡逻犬 布鲁托的玩伴等 而且虽然布鲁托不会说话 他也是一只宠物狗而已 但他还是一只很聪明且忠心的狗狗 每当米奇遇到一些困难 布鲁托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米奇 就好比如有次米奇忘了带重要的门票 差点搞闸跟米尼的约会 布鲁托也在家里发现米奇忘了带重要的门票 便决定亲自送去给主人 好让主人夸奖他 再经历千金万古 布鲁托在最后一刻便把门票送到米奇的面前 成功帮助米奇化解危机 而且布鲁托也是一只很敌化的好狗狗 在一集动画短片里 米尼在学习一些包扎技巧 便决定让布鲁托成为他包扎的对象 由于是米尼第一次包扎 结果弄到布鲁托被包扎得很奇怪的样子 也看起来不太舒服 但布鲁托非但没有生气米尼 还乖乖的等米尼处理事情再回来帮他解开 如果不是米尼家里的猫咪捉弄布鲁托 使他要反击才弄开纱布 我相信布鲁托一定会坚持到米尼回来为止 结论来说小处理认为一只又聪明 有耐性又忠诚的狗狗真的是太棒了 不知道这样一只布鲁托 如果是你家的狗狗你会喜欢吗 第三只要介绍的狗狗呢 是一只会说话的雄性大单犬 名为史乎比狗或鼠比狗 是来自一部带有些灵异 神秘和侦探元素的美国知名卡通动画 最早是来自鼠比狗 你在哪里? Scooby Doo Where Are You? 鼠比狗系列的第一部动画 这些鼠比狗系列是由美国动画公司 斯汉纳巴伯拉制片公司的 Joey Rubin 和 Ken Spear 所制作 从1969年开始制作 一直到现今都是热门动画 顺带一提 这部动画主要的故事内容 都是由一般年轻人组成的 神秘事件公司 The Mystery Inc 驾着他们的小乡行车 取名为The Mystery Machine 前往世界各地主流 并且帮助调查 在过程中遇到的神秘事件 解开一道道名题的动画 在动画里 Scooby 或鼠比狗 是一只反小却又爱吃的狗狗 而且它有个主人名为薛吉 或夏奇也跟它一样 有着反小又爱吃的天性 他们在一起常常不是认真的去解开民团 而是对美食情有独钟 但每次都可以让他们误打误撞 成功阻止鬼怪逃跑 并且发现鬼怪的真实身份 因为贪吃很多时候本来不愿意去冒险的狗吉主人 都会为了好吃的熟比狗贝干而屈服 Scooby也是一只会说简单英文单词的狗狗 每次都会很好地表达它的想法 除了在遇到恐怖鬼怪的时候 说话就会比较不清楚 Scooby也是只造型的百变的狗狗 例如当为了呼怨鬼怪 有时候会扮演成各种角色 就为了成功多逃 时而是理髮师 时而是服务生 每次都可以让人哈哈大笑 是重要的角色之一 除了主人薛吉以外 还有其他成员费雷德、拜芬和威马 都对属乎比宠爱人家 那么介绍完三个狗狗的动画角色 想问问看你们有自己喜欢的狗狗动画角色吗 欢迎你们到下方评论区留言 与我们分享你们喜欢的狗狗角色哦 如果喜欢我们介绍这类型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和关注直男频道